内地高考成绩陆续出炉之际 北大毕业的脱口秀演员李雪芹 因为一句我不会游泳而保守争议 有网友质疑她为获得高考加分 曾经伪造游泳二级运动员的身份 我不会游泳 一句话让李雪芹陷入舆论漩涡 内地脱口秀演员李雪芹 北大本科毕业是演艺圈少有的真学霸 最近却惹出学历争议 原来是她在节目中表示自己不会游泳后 有网友扒出李雪芹的游泳二级运动员证书 质疑她为获得高考加分伪造运动员身份 李雪芹的北大同学晒出学籍资料澄清指 李雪芹高考裸分633分 加上北京大学自主招生考试加分20分 以总分653分被北大录取 不涉及体育类加分 由此看来李雪芹2013年是合规考入北大 不过人有网友指出 虽然李雪芹入学成绩无可争议 但无法证明她的游泳二级运动员身份真伪 2014年曾有内地媒体报道 李雪芹母校辽宁本系高中 87名体优生加分涉嫌造假被调查 有学生反映 办证加分有价码 足球4万多元 游泳7万到8万元 还有学生说 学校会优先考虑为实验班的学生 办理证书加分 因为他们更有希望冲击清华北大 网友推测体育加分是上名校的双保险 只是李雪芹最终没有用上 辽宁省教育厅等部门当年曾下发通知 要求高考体优生填写考生申报 体优生加分资格诚信承诺书 或考生自愿放弃体优生加分资格申请书 让考生自证真伪 此外经辽宁省纪委监察厅 同本系市监察局专案组立案调查 本系高中存在采取虚假手段 为部分考生获取国家二级运动员等级证书等问题 当时已对部分涉案人员采取措施 有的人的理想是出人头地 有的人的理想是追名逐利 但我们呢 我们的理想是 身招正义 凤回事综合报道